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运会比赛中常常是冠军 直到今天 这个记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我的运动生涯里 从来没有让别国的国旗 在我们的国旗上飘扬过 这辈子最骄傲的事 就是我不用去教任何人中国国歌 只要跟我同台竞技 你就一定会听到我们的国歌 他就是七年独孤求败 统治跳水一个时代的神话 高敏 老规矩 点赞 订阅 加分享吧 所有关更新更积极 高敏到底有多牛 1938年 13岁的高敏第一次参加世界游泳锦标赛 初出茅庐的他 一下子就拿了两项冠军 1986年 高敏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 一上场就破了世界纪录 以582分的总分拿下冠军 此时的高敏才16岁 进国家队10个月 从那天起 高敏开启了辉煌的职业生涯 开创了一个属于高敏的时代 1987年 荷兰世界杯高敏手臂骨折高烧不退 在这种艰难情况下 他依旧拿下了世界杯冠军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1988年 汉城奥运会 七次入水 堪称跳水时的神话 第一条 向前翻腾一周半 体型优美的高敏 犹如一只飞烟 腾空翻转 一跃入水 第二条 向后翻腾 动作轻盈 网中一条美人鱼 跃入水底 水面不见任何水花 第三条 反身跳水 难度系数1.9 入水似利剑 出水似芙蓉 第四条 向内翻腾一周半 绝了 简直是教科书般的动作 第五条 向前翻腾一周半 转体一周半 第六条 向内腾空两周半 难度系数2.4 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第七条 向后腾翻两周半 在空中灵活地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 比赛期间 苏联运动员想要干扰他 对着高敏大喊 但是高敏丝毫没有被影响 跳出了完成度极高的完美一跳 他遥遥领先第二名45分 成为中国第一位及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 1992年 巴塞罗纳奥运会又以领先第二名58分的巨大优势夺冠 整整七年 高敏拿下了72枚金牌 相当于每年都有10块金牌 高敏连续被美国游泳世界杂志评选为最佳女子跳板运动员 国内外媒惊叹道 跳水运动员与他生在同一个时代是个悲剧 是的 他就是这么牛 时间回到1970年 四川自贡市一个女孩出生了 他叫高敏 9岁那年 他和小伙伴去福西河比赛游泳 却被自贡少年体校跳水教练一眼相中 谈到被选中时的情形 高敏笑着道 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跳水 教练让我从石头上往河里跳 我就跳了 当场跳出了腾云驾雾的感觉 此时的高敏还不知道 这次翘盒 造就了他职业生涯无数次人生高光 而几年后的自己 又将成为体坛无人超越的奇迹 高敏在跳水方面 却有着异于常人的高超水平 仅在一年时间 就有了别人三年才达到的水平 十岁那年 高敏就进入了省队 十二岁 高敏第一次参加全国跳水比赛 他给自己的目标 挤进前26名 因为这样可以参加全运会 结果他打败了多名专业对手 拿到人生中第一枚金牌 在省队里 对手都是比较大很多的学员 但他从来没胆怯过 经过系统的练习 他的成绩突飞猛进 十三岁 参加世界分岭游泳锦标赛 一举得两项冠军 但十五岁那年 他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打击 参加全国青少年运动会 十米跳台垫底成绩 倒数第一 他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采犯好像不喜欢我的动作 但是我的心态特别好 反正没受伤 拿到倒数第一名的他 却给国家跳水队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五岁那年 高敏入选国家跳水队 当时教练这样评价他 年龄大 起点低 基本功差 训练不动脑筋 若对比大家都晚一年 那时候他成绩最后一名 但高敏没有气馁 而是发疯的练习 每天最早去 最晚离开 躺在床上 甚至梦里都在想 明天要练什么 明天要改进什么技术 他很有自信 没有几个运动员 能在十二岁拿到全国冠军 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员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九岁接受跳水训练 十二岁就成了全国冠军 十六岁成为世锦赛冠军 十八岁不到就成了奥运会冠军 拿金牌还有领先对手一百分以上 这是他给自己的目标 四年时间很快 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那一年 中国只拿下了五枚金牌 人们议论激烈 那些失利的运动员 遭受着无数的骂声 因大家的超高期待 高明有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整夜整夜的失眠 跳水这件让高明燃起 生命之光的事情 如今多了不少压力 严重的时候 他甚至感觉人生无望 拿起药片准备往嘴里塞 但理智告诉他 这样会连累太多人 正是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 高明才会在全红蝉夺得冠军 被大家捧成跳水天才时 发声呼吁大家 称之为强者 希望全红蝉不被娱乐影响 继续努力 高明在跳水台上意外衰落 费出血 吐血了三个月 面对训练的伤痛 身心的压力 没多久 22岁的他不得不宣布退役 结束了属于高明的神话时代 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 并非是义士 所有人为之鼓掌的背后 更多的是他当初对梦想的坚持 与热情 以及无数个黑夜的血与泪 多年后 有处持人在采访中问他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你是否还会选择 这样的职业运动员道路 高明立刻肯定的回答 当然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代表你的国家 再之后 高明出现在新闻里 都是参加各种公益 成立公益基金会 帮助那些退役贫困运动员和伤残运动员 而他自己过得格外扑速 穿着休闲运动装 住着几十年的老房子 老旧的空调 古老的窗户 墙上贴着国画 没有豪华的装修 没有金币辉煌的家具 生活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日常的生活就是练字 画画 给自己种菜种花 从意义生辉的跳水女皇 到归于平淡的工艺人 再到低调的平凡生活者 对高明来说 荣誉的传奇史也好 平凡的人生也罢 其实都是他对人生的最好诠释 卸下冠军头衔 他在人生的赛场中 开启了新的征程 Solo官也希望高明能一路向前 过好后半段的精彩人生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结束了 下期想看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Solo官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